好的,我们继续来共同学习列子智慧 我们往下来看原文 这一段讲的是列子本人的故事 出,出就是说从前 就像妈妈给孩子讲故事 总说从前,很久很久以前 出,子列子好游 为什么列子前面又加子 我们以前讲过了 出于是列子的学生记录的时候 出于对老师的绝对尊重 对老师的绝对的无上的尊敬 所以在列子前面又加一个子 这是一看就不是列子自己记录的 是他的学生记录的 就好比说吧 一个人自称什么老师 自称什么大师 那不太合适 好比我跟你们讲 大家好,我是于磊老师 我是个老师 我是个什么 这样不太好 就像我们那个,看那个说 说那个,把这个集结敬重宝珠英落 价值百千两斤 而已与之 这是普门品上的文字 说他把脖子上的这个价值啊 百千两斤 特别值钱的一个宝珠英落 要给他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百千两斤是谁说的呢 是记录者说的 那肯定不是送的人本人说的 肯定不是吴敬毅本人说的 吴敬毅说 来吧,那谁 我把这个脖子上这个宝珠英落 给你这个价值百千两斤 那不太合适 所以呢 这是记录者说的 一个人到哪去 往那一坐 跟你们介绍一下啊 我自己是某某大师 我自己是某某什么 那不太好 不太合适 就像现在有很多人 为了介绍自己 常常印一个名片 这个名片上会说自己的名弦 会说自己的头衔 会印在名片上 而自己不太方便介绍自己 所以我们一看子列子 那一定是他的学生记录的 出于对老师的尊敬 在列子前面又特别尊敬 加了一个子字 然后呢 子列子好游 好游喜欢出去游玩 爱旅游 他喜欢到这个 这个各个地方去游览 中国古代的文人呢 喜欢出去旅游的人特别多 比如杜甫啊 李白呀 徐霞克呀 他们呢 一辈子都很喜欢好游 我记得 我好像有一天 有一次在网上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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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找文章的时候 或者是自己 去学习的时候 好像看到了一个人 有一个网友 他呢 去总结 把这个李白去过的地方 都做了标记 然后画出路线 哇塞 我一看李白去过那么多地方 在当时那个年代 交通不发达的年代 资讯不发达的年代 然后他一个人能够走那么多的地方 说明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什么 为什么说他很厉害呢 第一个他得有钱 你旅游得有路费吧 那虽然说 以前飞机没有飞机 没有火车 也不需要订什么票 但是你坐个船呢 搭个车呀 是吧 你总得住个店呢 吃个饭呢 他至少他不是用为了这个 为吃饭问题奔波的人 他肯定不是为了说 像别人要种地 要做生意 要干嘛 你骑马 你买那个马 马的草料也得要钱 也得要费用 马从哪来的呢 你买马也需要银子 所以肯定他是一个 至少他生活是无忧的 他不会为了生计奔波的人 他才有这个钱 其次他得有闲 他得有时间 再其次他得有这个雅性 他得有这个爱好和追求 那你你说他再有钱 再有闲 有的人 人家有钱有闲的 就喜欢在家里待着 喜欢家里三妻四妾呀 喜欢没事跑到这个酒楼去喝酒啊 他每个人的志向爱好不一样 人家李白杜甫这些诗人文人 有一部分人 他就喜欢这个游山玩水 但注意啊 这个 他这个比如说徐霞克吧 他游山玩水 他不是单纯的旅游 我们当代人出去旅游啊 很多是为了旅游而旅游 有的人呢 他不知道旅游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他没有摸准这个旅游的 这个实际想应该做什么 现在很多人旅游跟抱个旅行团啊 叫什么来着 那叫啊 上车睡觉下车尿尿 是不是啊 所以他不知道最后回家 回家的之后一问都看了啥呀 啥也不知道 没有把握住真正旅游看的是什么 旅游看的是文化呀 这个 这个宫殿 这个寺院 这个古迹 那他代表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一般我要是去出去了 到哪去 我真的要请一个导游 你自己看真的啥也看不明白 要有个导游给你讲 那一块石头也能讲出文化 啊 这块石头是谁做过的 啊 那块 那块这个 那个钢是谁用过的 你讲 哇 这里面这个文化的感受 你就你就有感受了 这都是故事 我们我们到这个名圣啊 古迹呀 到哪里去 这里面都有故事 啊 那徐霞克一辈子好游 他不是游山玩水 他是干嘛呀 考察这些名山 古代有一句 有一句诗叫什么呀 叫五月归来不看山 什么叫五月归来不看山呢 就是说你看了五月 啊 这个泰山呢 恒山呢 你看完了之后啊 你再看其他的山都不叫山了 啊 就像我们说 你读到一本好书 啊 自从一读冷言后 不看人间糟粕书 你读过最好的了 再看其他的 看不了了 像我小的时候 就经常喜欢看什么 琼瑶啊 金庸啊 古龙啊 看武侠呀 小说呀 看言情小说呀 啊 我们学校附近 上大学的时候 学校附近就有租书的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呢 啊 就是说大家都没用上手机呢 啊 手机大哥大有了 那时候很贵啊 啊 我们去穷学生是用不上的 所以干嘛 就看书 到学校图书馆看书啊 去学校外面租书 那时候天天看书 我就喜欢看书 那时候还看了一些什么 这个啊 这个穷瑶的 哎呦 自己这个啊 这个啊 看书还看穷瑶的小说 还看落泪啊 啊 里面写的那个感人的 啊 后来呢 你真正的读了一些哲学著作了 啊 读了有高度的了 去思考人生生命意义的 思考人生真谛的 你真正读了这些好书之后 你再看那些 那真的看不了了 那再不想去看了 啊 再不觉得那个书有意思了 就没有办法再去读了 像小的时候 那时候看环珠格格 哎呦 我觉得真有意思 你现在在我去看环珠格格 我感觉自己好像 好像脑残一样 所以这里面我们说呀 这个五月归来不看山 就跟我们说 自从一读冷言后 不看人间糟粕书 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你去看是干嘛呀 到哪里去是看这里的文化 感受这些啊 所有的都说的对 不是一个高度了 那就是这样的 那你没读过这么高度的东西的时候 下面的东西你都能看 你真正读到这个高度了 哎呦 你再看往前看 看不了了 那像这个徐霞克走遍天下名山 到哪里去 他都能感受到 甚至有很多奇人异士 自己能够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 我自己的感受是 你旅游到哪去 三天两天根本看不出什么来 你要真想旅游 比如说吧 我到这个丽江 哎呦 在丽江我住了半个多月 赶上那个时候吧 在丽江住半个多月 也是有人家给我安排的 我自己哪有那个经济条件的 咱没那个钱 然后怎么样呢 有那个老板给我安排的 安排能住在那 给我安排了酒店 安排了司机 还能出去玩 你去哪 有司机拉着你去 我心想索性嘛 有人消费 什么多待几天 我就在丽江多待 哎呦 你这一待下来 好好的在这多住一段时间 和你在这待个三天五天 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你能够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 你可以慢慢的 找一个咖啡厅 坐在那里 甚至于那边酒吧很多 你可以找一个酒吧 坐在那里 看看他们的演出 你可以慢下来 如果你是在那很快的旅游 很迅速的旅游 你是没有办法去体验 当地的这种文化和慢生活的 你可以慢下来 你不是说明天就走 你就可以慢慢的去感受 当地的风土人情 他的饮食 他的文化 甚至于他的语言 那个丽江的有一个独特的语言 叫纳西族的语言 那个纳西族的语言 就像象形文字 太阳就画个太阳 男人就画个男人 女人就画个女人 很有意思 所以为什么我后来有首歌叫 遇见丽江呢 是因为我在丽江住了半个多月 将近好像三周 将近一个月呢 所以我有感受 我在那边是深刻的能够体验到的 所以你看 这个烈子他就喜欢旅游 他喜欢到处去感受文化 去体验风土人情 去体验人情冷暖 去体验各地不同的这些人文 那么烈子这么喜欢好游 我们都知道烈子有个老师 叫胡秋子 胡秋子曰 玉寇好游 由何所好 烈子的名字叫玉寇 我们都知道他叫烈子 实际他有名 子是对他的尊称 他的名字叫玉寇 他的老师叫他就不叫烈子了 他的学生叫他烈子 他的老师就直接叫他的名字 玉寇 说玉寇好游 由何所好啊 直接砍他 说你呀 你喜欢游山玩水 你报告 你给我讲一讲啊 给我报告报告吧 你是怎么游玩的呀 这个老师啊 认为玩也有道理 从小 所有人成长的过程当中 从小生下来 长大了 懂事了 他就喜欢玩 长大了 也喜欢玩 有的人 喜欢玩卡拉OK 有的人喜欢玩喝酒 有的人喜欢玩麻将 到老了 有的人喜欢广场舞 有的人喜欢到广场甩鞭子 这都是玩 玩也有玩的道理 玩也有玩的哲学 所以这个玩是可以的 好比说我们玩音乐 玩艺术 玩笛子 玩销 这些都是在玩呢 这是一种个人爱好 玩书法 玩绘画 这些都是一种玩 从过这种玩能得到快乐 小朋友有小朋友的玩 成年人有成年人的玩 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玩 所以玩也有道理 不是不让玩 但是你不能玩坏的东西 比如你去玩这个下流的 玩这个毒品的 玩这个赌博的 那是不好的东西 那就不提倡了 大家都知道 那他的老师说 你喜欢玩 你喜欢游山玩水 你给我讲一讲 你玩的是什么呀 你游山玩水 游出个什么来呢 列子曰 游之乐所玩无故 他说呀 你想问我这个玩的哲学 这高深的很 我很快乐呀 喜欢游山玩水的人 每天看到的东西 没有旧的 他每天都能看到新的东西 看到新的境界 今天是这个山 明天是那个水 每天见的人也不一样 接触的都是新的 不是旧的 如果你是没守成规的 一个上班族呢 你每天就两点一线 每天就是家里面和单位 你见的人都是旧的 你体验的事 都是重复的 可是你每天都往外走的人 他每天见的人 看的事 接触的物 人事物 都是新的 都是不一样的 这叫什么呢 游之乐 所玩无故 没有旧的 无故 他说我呀 我游玩的很快乐 我的快乐是什么呢 我每天都有新东西 每天都看新的东西 人之游也 观其所见 普通人不懂这个道理 去游山玩水 只看到环境 你只看环境 这是不懂游玩的人 那列子呢 他说我之游也 观之所变 普通人游也呢 人之游也 观其所见 普通人游玩 只是看到他看到的 你看到山就是山 看到水就是水 看到这个迪斯尼 就是迪斯尼 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舞蹈 就是舞蹈 他说我之游也 观之所变 注意呀 一个是观之所见 一个是观之所变 这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他说我的游玩 我是看它的变化 任何一个地区 一根草 一棵树 一座山 一个水 随时都在变化 比如你去杭州 你看西湖 下雨 不一样 刮风 不一样 阴天晴天 白天黑夜 你坐船 看西湖 又是一个样 你围着西湖 走一圈 看到的西湖 又是一个样 你骑马 看西湖 又是一个样 比如说吧 我到西湖去 我就喜欢坐船 在船上 看西湖 那个叫美 你在岸上 走一圈 全是人 我光看人了 人挤人 可是我坐船 悠哉 游哉 我可以去思考很多东西 我可以在美景 看到美景的时候 思考很多内容 所以它不一样 在这里 我们小的时候就读过诗 说横看成岭 侧成峰 远近高低 各不同 同一座山 同一座湖 你在不同的角度看 以不同的心态来看 那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列子说呀 一般人游玩 他只限于肉眼看到的内容 这是不懂游的人 我呢 是看到了这个宇宙人生变化的道理 所谓一切都是无常的 中国文化有一本书叫《易经》 《易经》只讲原则 不讲现象 所以它不叫无常 叫变 他说一切都是在变化中的 然后列子说 游乎游乎 未有能变其游者 他说玩啊玩啊 太好玩了 游乎游乎 出去游玩嘛 游乎游乎 玩一玩玩一玩 未有能变其游者 世上一般人知晓得玩 但是不懂真正玩的哲学 没有懂得真正游山玩水里面的哲学 所以这个这个列子呢 就批评别人了 等于是他们都不懂 众人皆罪 我都行 那他们不懂玩的哲学 而我懂了 那胡秋子呢 接下来怎么说呢 就是他的老师 列子的老师 胡秋子曰 遇寸之游 故与人同游 而曰故与人异游 凡所见 亦横见其变 晚彼物之无故 不知我亦无故 物外游 不知物内观 外游者求备于物 内观者取足于身 取足于身 由之至也 求备于物 由之不至也 于是列子终身不出 自以为不知由 胡秋子曰 由其至乎 至有者不知所事 至观者不知所低 物物皆有以 物物皆观以 是我之所谓由 是我之所谓观也 故曰 由其至以乎 物由其至以乎 好我们再来讲这一段 列子呢 他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他说呀 老师我玩啊 别人只看眼睛看到的 我看到的是物的变化 看的是宇宙人生的无常 所以我跟他们不一样 还玩来玩去呀 世上的人呢 都不懂 那我看明白了 他的老师马上就批评他了 胡秋子啊 说 欲扣之由 故与人同于 而约 故与人异于啊 他说你所说的这个 所谓游玩的这个观念 跟一般人一样啊 我听起来和普通人 没什么区别呀 你自己还觉得自己 跟别人不一样 我听起来一样啊 凡所见 亦横见其变 你说普通人玩 只看到了 只是玩的是所见 他见 他也看到了物的变化呀 比如春夏秋冬 春天看 看这个树叶在萌芽 夏天看他茂盛 秋天看他落叶 冬天看他凋零 你觉得普通人看到的 只是眼睛看到的 他们也看到了变化呀 你怎么知道呢 他们也了解无常啊 玩比物之无故 你虽然知道无常 你知道今天看的 已经不是昨天那个东西了 一切都在变 你虽然懂了 不知我意无故 但是你不懂的是 今天的我 已经不是昨天的我了 你只是观察外面的东西 你看到外面的东西 一直在变 你没有想到你自己呀 也变了 你认为你没变 实际你已经变了 还别说今天和明天了 你坐在这里几秒钟 几分钟 你身体的细胞 无时无刻都在新陈代谢 就我坐在这 每一秒钟都是新的我 都不一样 所以呀 你是玩比物之无故 不知我意无故 你只看到了外面的无常 没有想到我的无常 自己是无常的 物外游不知物内观 你光晓得出去玩 往外看 看外面的风景 游山玩水 跳舞 溜冰 打牌 唱歌 你都是往外看的 你不知道追求生命内观的境界 你没有去观察你生命的境界 你要反过来观察自己内在的无时无刻的变化 内照行躯啊 这是道家讲修气脉 说你反过来观察自己身体内在的变化 比如说吧 有经典当中说 说你心在哪啊 阿难回答 我心在身体里啊 这还用问吗 然后老师告诉阿难 说你的心在你身体里吗 那你现在坐在我们房子里 你能看到我吗 他说我能看到啊 你能透过窗子看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公园 那个花园吗 他说我能看到啊 然后继续问他 那你是先看到房间里的东西呢 还是先看到外面的东西呢 他说那当然先看到房间里了 我人在房间里嘛 既然我人在房间里 我一定先看到房间里的东西 然后再往窗外望 才看到窗外的东西啊 他说对了 这和你的心一样 如果你说你的心在身体里 那你的心 那你的心当然不会看了 你的心会感觉 那么你肯定先感觉自己 先感觉自己身体里面的情况 然后再透过眼睛 透过鼻子 透过嘴巴 透过这些器官去感受外面的状况呀 比如说吧 你的心首先应该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在哪个位置 感觉你的心脏是怎么跳的 血液是怎么运行的 感觉自己的牙齿是怎么生长的 指甲毛发都是怎么什么时候生长的 先感觉自己才能感觉外界呀 也就是说像刚才举的例子 像刚才打的比喻 你人坐在房子里 你肯定先看房间里的内容 然后透过窗子再往外看 你的心固然不会看 但是你的心可以透过你的眼睛鼻子耳朵 透过这些所谓的窗子来跟外界去感知啊 你怎么可能说心在自己身体里 可是不能先感受到自己身体里的东西 却能够直接感受外界的东西呢 那你说心在身体里这个答案是不是不正确呢 他说对哦 好像是的 老师 心呢不在身体里 那心在外边 因为心在外边 所以呢 心就先感受外边的东西了 然后才感受 然后我里边的东西我不知道 他说那如果说两个人一起走路 一个人都饿了 一个人吃饱了 另一个人能饱吗 他说那不能饱 对呀 如果你的心在你的体外 那你心的感知的东西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他说那老师 那我说错了 心也不在外边 心既不在里边 也不在外边 在中间 老师说中间 中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那怎么个中间 是上下的中间 还是左右的中间 还是哪个中间 东南西北 这都是相对的 你面对我 这边是左 这边是右 你要跟我是一个方向 那这边是左 这边是右 所以他不一样 所谓的中间 根本都是相对的概念 不存在一个绝对的中间呢 他说我说的不是这个中间 我说的是神经 根 那个中间 就是心通过眼睛 看外界 然后这个心呢 就在思维的那个中间 那个根里头 他说你说的这个根 在哪儿啊 从哪里找到根呢 假设你是戴一个眼镜 如果你的眼睛 看外界戴了一个眼镜 你的眼睛能不能看到这个眼镜本身呢 他说能啊 当然能啊 比如说你们戴眼镜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 你的眼镜如果是有矿的 或者你眼镜上有灰尘 如果你的眼镜有灰尘 你是不是先看到灰尘了 你如果你的眼镜有矿 你是不是也能先看到眼镜矿啊 他说对啊 他说你的眼睛就比喻成你的心 眼镜就比喻成你的眼睛 如果说你的心通过眼睛往外看 那么你的心就首先应该看到自己的眼球 先看到自己的眼球 然后再看到外界 应该能同时看到自己的眼球 和同时看到外界 可是你并不能看到自己的眼球 你想看到自己的眼球 你得拿个镜子照 否则的话你看不到 于是啊 这个阿难呢 找了七个地方 他说那我找不到我的心了 昨天和前几讲我们都讲过 这些哲学家思想家圣贤人 他们讲话没有办法把真理 明明白白的讲给你 因为真理 用任何语言文字都描述不清楚 一说都是错的 就像那天我们举的例子 我想明确的告诉你这个杯子描述出来 不让你看到的情况下 我想描述这是一个蓝色的杯子 杯口有多大 内镜有多大 它有一个黄色的袋子 这些都只能是泛泛的讲 因为蓝 光蓝色就有多少种蓝 我即便讲是深蓝 深蓝又有多少种 我说黄色 黄色又有多少种黄 我说这么大小 我说它是塑料的 不管我怎么描述 你都没有办法 如果你不看到这个杯子的情况下 你都没有办法 用你的思维 通过我的语言 具体的构建 这个杯子的具体形象 你构建不了 那更别说蓝色黄色 这还是有可参照的了 真理这个东西 完全没有任何可参照的 所以不管怎么说 语言文字是凡夫创造的 脱离不了凡夫境界 所以只要用凡夫境界 去描述真理 无论怎么说都是错的 所以圣人们 哲人们 为了描述真理 就用否定式的方法讲 你说它 它在这吗 不在 你说它在那吗 不在 然后一步步的逼近那个真理 让你自己去悟 没有办法直接讲 所以用否定式的教育方式 一切都是否定的 比如它不是红的 是深蓝吗 是这种蓝吗 不是 是这种蓝吗 不是 是一步步的否定 最后让你去逼近 去悟到这个最终的这个真理 所以用否定的方式来进行教育 不同的这个圣人 东方的圣人 西方的圣人 教育学生的时候 大部分他们都喜欢用启发式的教育 用否定式的来否定所有错误答案 逐渐的让他自己去悟到那个真理 因为真理讲不出来 没有办法直接说出来 没有办法直接描述 任何描述最终都是错误的 逼近 我喜欢这个词 对 逼近真相 逼近真理 所以他就 有很多人 听了我讲那个冷言的 听完了之后都是 于老师 心既不在这也不在那 那心在哪呢 连他都讲不清楚 我能给你讲清楚 我讲不清楚 我只能告诉你 心也不在这 心也不在那 心具体在哪 你得自己去思考 把这些答案都否定掉 然后你自己去逼近那个真相 自己去逼近那个真理 因为一旦说他在哪 就是错的 因为他无处不在 无所不在 又无处可放 又无可安放 既在也不在 所以只能靠你自己去悟 那刚才说 外游者求备于悟 胡秋子教导他的学生列子 说呀 你呀 只知道往外看 你不知道观察自己的无常 你去看外面的变化 你怎么不看自己的变化呢 外游者求备于悟 只知道往外游玩的人 是靠外物的环境的美好和影响 使内心得到快乐 内观者取足于身 而内观的人呢 能够找到生命的奥秘 和本来具有的无量价值 如果能够反过来 不向外 不向外求 而反观自信 那怎么样呢 取足于身 游之至也 那你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游玩了 我们可能经常听到有人说啊 说那个有一些人哪 这个这个 这个到寺院去了 或者是去倒灌了 说他们真不懂得生活 他们这也不能吃 那也不能干 又不能谈恋爱 也不能喝酒 也不能上卡拉OK 你有什么意思 没意思 一点都不好玩 实际上啊 他没有找到真正的玩 我们这里面一开始就说 列子喜欢游玩 人生都在玩 所有人都要追求快乐 不管任何人都是一样 离苦得乐是一切生命的需要 不管你是在哪生活的人 比如我刚才说的 跑到这个山里面生活的人 他们也是要追求快乐 只是快乐和快乐的定义不一样 有的人以苦为乐 有的人以乐为苦 比如说吧 按摩 你去按摩店按摩 轻轻的给你按 适度的力量 哎呦 你说好舒服 很舒服 很快乐 再给你加点劲 你就哎呦呦呦 不行这里好酸好痛 太痛了 所以呢 世人普通人 他颠倒了 他认为的快乐 其实是轻微的受苦 他把轻微的难受 当成了快乐 我再给你举例子 比如说你去唱卡拉OK 好开心哦 今天几个朋友来唱卡拉OK 你要唱上三天三夜 多给你一点呢 你的嗓子要冒烟了 你受不了了 其实它是一种 对嗓子的消耗 那种轻微的消耗 你却觉得很快乐 再多消耗一点 你就苦了 有人说谈恋爱 结婚很快乐 是人生的喜事 那如果多给你几个呢 皇帝三宫六院 看起来很幸福 很享受 实际他的苦恼 才多累 对 简单快乐 说的很好 知苦乐法 世人是不知道苦乐法的 他是把苦 把轻微的受苦 当成了快乐 去追求的 所以呢 不断的追求 不断的追求 一追求的 稍微超过一点 他马上就苦了 就像我以前经常举的例子 有的人说 有钱就快乐 其实你有钱呢 会反而会失去很多 原本有的快乐 有的人不理解 我一讲他就明白了 比如说 我是个穷小子 我每个月工资啊 3800 挺好的 当时呢 挺满足 而且很有冲劲 很有笨头 我现在3800 明年我肯定6800 今天我开工资了 那个下个礼拜 开工资 我带你们去搓一顿 咱们去吃个烤肉 然后呢 很期待 这种快乐 期待了三四天 等到真的开了工资了 然后去吃了 吃的时候也开心 吃完了还很满足 你看这个快乐呀 期待的快乐 吃的时候的快乐 吃完之后的满足 哎呦 这个快乐 这个满足感很高 很快乐 十年以后 这个穷小子成功了 成了一个大老板 很有钱 你说 今天去吃烤肉吧 十年以后的他 天天都可以吃烤肉 任何时候都可以吃烤肉 比如说吃烤肉了 今天吃烤肉 明天吃火锅 后天吃啥 山珍海味 什么海鲜 什么都可以 可是这些东西 他永远也找不回 当年3800块钱的时候 那种说 再过三天 咱们能吃顿烤肉 请自己的家人 请大家吃烤肉的 那个快乐 再也找不回来了 所以他有钱了以后 并没有让他的幸福感 和快乐度升高 反而消失了很多 原本具有的简单快乐 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很多人把苦当成乐 稍微一多给一点 他的快乐就消失 不仅消失 还有可能变成苦 是因为他不知苦乐法 他不知道什么是苦 什么是乐 他没有搞清楚 所以他以为达到了这个 就会获得快乐 其实不然 我再举例子吧 有个人 他平时住了一个一室 住了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 他的目标就是能住上个两室一厅的房子 真的住上的时候 他太快乐了 期待的时候 搬进新家的时候 刚搬进去那头两年 哎呦太快乐了 遇到人就说我搬新家了 欢迎你来我家住 我家有两个房间 看看我家的装修 这是这样的 那是那样的 这个是进口的 那个地砖是名牌的 他很快乐 什么时候不快乐了呢 住了三年以后 熟悉了 习惯了 又看到同事 人家都是一百多平的 甚至有人住大别墅 他马上就不快乐了 他为什么拥有了又不快乐了呢 因为不够满足了 这个两室一厅的 不够了 别人都住大别墅 你这个两室一厅还拿出来吹一吹 还拿出来讲一讲 其次这个东西啊 两室一厅已经不够了 原来说那个搬家 那个兴奋 那个开心已经没有了 已经消退了 所以我说呀 开心的那个 所谓的追求 那个快乐 实际是轻微的受苦 多给一点 马上就不快乐 而且变成苦了 所以我刚才说 说有的人跑到山里面去住 有的人呢 又给自己很多戒律 那你说他快乐吗 他能够找到另一种快乐 是真正的快乐 是清静的快乐 是你觉得的苦 他觉得的快乐 而他获得的 他舍弃的那些 是你觉得的快乐 是他觉得的苦 所以我讲啊 要知苦乐法 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乐 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苦 世人是颠倒的 他没有看清楚 他没有认清楚 所以以苦为乐 那在这里呢 胡秋子对列子讲说 你能够真正观察 真正能够反过来 心不往外跑 向内在求 只观 取足于身 由之至也 那才能说你懂得 真正人生的游玩了 那你才真正会玩的 你说你今是个打麻将 没人喝酒 在我看来你会玩什么呀 你那都是在自杀行为 你咔咔抽大烟 天天喝大酒 今天赌博 明天吸毒的 你那不是自杀吗 你觉得很快 你说我 你管我干嘛 我很快乐 对 那个当下你很快乐 可是在普通人看来 他是在自杀 你不觉得 所以怎么样啊 求备于物 由之不至也 注意这句话 胡秋子讲的很到位 他说你靠外界的物质 享受得到的快乐 是跟着物质在转的 那是不究竟的 因为你看到你 你已经悟到了吗 物质是会变的 我在这喝一杯热茶 在寒冷的冬天 能喝上一杯热茶 我很快乐 可是如果杯子掉到地上 打碎了 那这杯热茶就消失了 我的快乐就消失了 外界的一切物质 本身都是会变化的 你把快乐寄托在 外界的物质上 你的快乐是不究竟的 你是没有办法获得快乐 真正的终极的快乐 你是获得不了的 你把快乐寄托在物质上 物质是短暂的 一切物质都要消失 它能成就也会消失 所以当我把自己的快乐 寄托在有形有象的 不能够究竟的 不能永久存在的 而且会时时刻刻都在 变化的物质上的时候 你就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快乐 胡秋子告诉列子说 求备于物 由之不至也 说靠外界环境所得到的 享受与快乐 是跟着物质在转的 那是不究竟的 于是列子终身不出 列子呢 在受到了这个老师的教导 这个胡秋子批评了他 说你成天游山玩水 不过是把自己的快乐 寄托在外界的物质不究竟 列子受了老师的教训 他再不出门了 他闭关住到茅棚去了 一辈子也不下山了 自以为不值游 被老师一顿骂 他才明白 他说呀 自己并不知道 所谓人生游玩的 这个终极道理 列子呢 专心反观 观照 观自在 他专心的来反观自己 反观自信 胡秋子曰 胡秋子就再次的来问他 尤其智以乎啊 你学会了吗 懂了吗 老师又说 智有者不知所事 说真到了这个境界呀 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在哪里了 无我了 忘掉了我 智观者不知所低 真到了观照的这个境界了 等于啊 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境界都没有了 但凡有一个境界都不是 比如说有人说吧 说我要空啊 然后坐在那 哎呦 我要什么都不想 我要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想 本身就是一个念头 或者有的人呢 自以为 想要营造一种 所谓清静的氛围 比如说吧 有那种什么禅修班啊 体验营啊 大家都穿上棉麻材质的衣服 白袍子 摆上一把古琴 泡上一杯热茶 点上一炷香 大家说哇 好美呀 好清静啊 我空了 你一点都不空啊 你还需要白袍子 你还需要点香 你还需要白把古琴 你还需要泡茶 你还需要一个所谓的山水 你还需要这个毛屋 还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你一点都不空 你不仅不空 你是什么都要 你是什么都想有 甚至于最好每天还有人把 这个把饭给我们端上来 吃完饭了 最好还能饭后水果也给我们切好 都给我们端上来 其实你是什么都要 追求一种所谓的境界 所谓的空哪里有什么境界呢 空还有境界啊 空呢 就是任何境界都没有 但凡有一个境界呢 都是不空的 一切境界都不存在了 一切都无所见了 所以他说至观者不知所谓 什么观与不观 见与不见 境界与不境界都没有 不依着于任何 叫什么呀 叫做心无所住 没有任何境界 所谓的空就是没有任何境界了 一切境界不着了 那才叫真空嘛 物物皆有以 物物皆观以 是我之所谓有 注意啊 什么都不观了 不是什么都看不见 不是把自己修成瞎子 不是把自己修成植物人 不是这个意思 说什么都不分别 一切境界都无所见 但无处不自在 无所不见 说一切无知 无所不知 物物皆观 任何境界都能体察清楚 都能够动观清晰了 是我之所谓有 这是我要你达到的 所谓有的境界 这个有 就是庄子的逍遥有里面 所提出来的有 真正的逍遥自在了 是我之所谓观也 这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无所谓可观之处 也没有观者 经常有人说 什么叫能锁呀 那天还有人问 什么叫能 什么叫锁 说能锁二直 能锁二直 什么叫能呢 能就是能看的 能听的 能闻的 能尝的 比如说吧 你问我余老师 今天吃饭了吗 我说啊 今天我中午吃了 你说吃的什么 我说吃的白菜豆腐 白菜炖豆腐 谁吃的呢 我吃的呀 我是谁呀 我是鱼雷呀 这个就叫能 这个就叫能 余老师又穿新衣服了 你空了 老师爱穿新衣服 空了吗 这个衣服还真不是新衣服 你管我穿不穿 我能穿我还能脱 就怕穿上了 脱不下来 关键我能穿上 我还能把它脱下来 那一会儿十点我就脱了 所以呢 这个能锁 什么是能啊 能就是能观的 能看的 能吃的这个主体 就是我直 就叫能 锁是什么呢 锁就是锁观的 锁看的 锁长的 锁听的 这就叫能锁 比如说吧 今天啊 假如说有一个人说 今天我帮助了一个老年人 好了 这个就是什么呢 他有三个执着 哪三个执着呢 第一个谁在帮 我帮 我帮谁 我帮了一个老人 我为老人做了什么 帮了他 比如说我给了他五块钱 这是三种执着 我 人 物 三个东西 我帮了他 我帮了他 我和他 这是一个能 一个锁帮的 能帮的就是我 锁帮的就是对方 还有帮了他什么 给他五块钱 中间的这个东西 三轮体空指的就是这三者 三轮体空 把帮的这个主体 被帮的对象 以及中间的这个东西 那你帮助他具体的事或者物 这三个东西都空掉了 三轮体空 这叫真不实 那在这里呢 这个 那为时学讲说 既无所观之境 也没有能观之法 能观所观都空掉了 这才是达到了 由和观的极点 故曰 好了 这个胡秋子说了 做结论了 由其置以乎 由其置以乎啊 他说呀 这你就可以游戏人间了 达到这个境界 人间还是很好玩的 由其置以乎啊 这就是解脱了 所谓的入室出室 完全解脱了 达到了自在的这种 你可以游戏人间了 把人间当游戏了 你彻底看透了 这几段记载 就是道家的哲学观了 好 我们今天再讲一段啊 我们再往下看 再读一下原文 龙叔为文质曰 子之术威已 无有疾 子能以乎 文质曰 唯命所听 然先言 子所病之正 龙叔曰 无相遇不以为荣 国悔不以为辱 得而不喜 失而服忧 世生如死 世父如贫 世人如始 世物如人 储物之家 如逆履之社 官无之乡 如荣满之国 凡此重疾 绝赏不能劝 刑罚不能威 圣衰利害 不能义 哀乐不能移 故不可 世国君 娇亲友 欲妻子 致菩利 此 西极哉 西方能 以之乎 好了 我们再来学这一段 这一段和前面 其实也有点关联 有个人叫龙叔 龙叔呢 跟文质求医 文质呢 是古代一个得道的名医 他曾经治好过 齐威王的重病 当时呢 很多医生来给 齐威王治病都治不好 可是呢 这个文质啊 用心理治疗 他用心理治疗法 几句话 就把齐威王的病给治好了 他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故意斗齐威王 惹的威王啊 大发脾气 这脾气一发出来 病就好了 文质呢 就对齐威王说 你不要生气 我刚才是为了治你的病 故意惹你生气 你的心里边有烦恼 闷在心里 没人可讲 闷到了极点 肝气不舒展 所以不舒服 到处是病 吃什么药也治不好 现在你把脾气给发出来了 肝气一冲出来 病马上就好了 在中国的这个中医史上 中医在更早的时期 叫乌医 乌术的乌 更注重的就是心理治疗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说 把那个 一个什么画个什么符啊 一烧完了喝水 有的人病就好了 为什么呀 心理治疗法 心里面 绝对的相信 这个医生 绝对的相信 这个务师 然后怎么样 一相信他 然后就好了 我被气病了 吃中药半年还没好 心病还需 心药医啊 所以呢 这个人 这个文治呢 是个名医 那这个文治呢 这个他很有名 于是呢 这个龙叔啊 他就来向文治求医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子之术 微 就是很高明 很微妙 龙叔说 您呢 您 医学的本事啊 高明到了极点 您很厉害 无有疾 我有病 我生了一个病 子能以乎 你能把我治好吗 文治曰 唯命所听 然先言 子所病之症 他说 可以啊 我可以帮你治 但是呢 你先给我讲一讲 你有什么症状啊 你什么病啊 比如说 你去医院了 你说大夫啊 我肚子疼 我这好痛啊 我怎么办呢 你总得给讲一讲 你哪里不舒服嘛 龙叔曰 无相遇 不以为容 国毁 不以为辱 相 他说 相就是通假字 通享受的享 就是 我想欲 不以为容 我享受最高的荣誉 大家都给我鼓掌 大家都说我这个厉害 我也不觉得光荣 我觉得没意思 国毁 不以为辱 今天我的国家毁掉了 亡掉了 我也不觉得耻辱 我也不会难过 得而不喜 失而浮忧 我今天发财 发三千万 我也不会高兴 你今天说 我的穷的是个穷光蛋 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 那我也不会难过 所以我没有什么 就是 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 你今天你来骂我 你指着我的鼻子骂我 我也没什么感觉 你过来夸我 把我捧成神仙 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世生如死 世富如贫 我活着就觉得像个活死人 虽然我钱财很多 财富很多 我觉得自己跟穷人一样 我也没觉得自己有钱呀 世人如始 世无如人 始就是猪的意思 养猪 他说我看所有人都跟猪一样 当然了我跟他们一样 我也是猪啊 世人如始 世无如人 他说我看别人都像猪 是自己呢 看自己跟别人一样 别人是猪 其实我也是 我也是其中的一头啊 你看这个人说话很巧妙 他不会让人觉得 你好像在骂别人 别人都是猪 就你不是啊 他说不是 我是世人如始 世无如人 我看别人都像猪 看我也跟别人一样 楚无之家 如逆履之社 关无之乡 如荣满之国 他说我住在自己家里 觉得好像在住旅店 今天住了 明天走了 我看我们这个国家的其他人 觉得他们都很没文化 好像自己坐在 好像自己住在一个野蛮落后的地区一样 凡此重击 绝赏不能劝 刑罚不能威 他说我得了这么一个病啊 我的病呢 就是你把我的地位再升高 那你让我再有权利 再有钱 我也没有兴趣 你把我搞去杀头枪毙 我也不害怕 盛衰 厉害不能易 哀乐不能移 得到或者失去 对我好 对我不好 我也不会动什么情绪 最悲哀的 或者最快乐的事 都不会让我动心 不止八风吹不动 十风都吹不动了 我得了这样的重病 故不可视国君 交亲友 遇妻子 致仆利 他说你看 我已经这样了 所以我也不能出来当官 我也不能出来做生意 我也没办法交朋友 亲戚朋友也没办法往来了 我也很难和太太孩子相处了 我看他们是猪 我也是猪 我也不能去用什么 这个家里的园丁 这个仆人 用人 此夕急灾 他说我来请教请教你 我这是什么病啊 有什么办法 能把我的病给治好呀 其实如果你真是一些懂学问的人 对如是道三家的文化 有过一定基础修学的人 你一听说这人没病啊 说这哪是病啊 这人做到这样 这是一个很高明的修行境界呀 他觉得是病 如果是在座的各位 你们对中华的传统文化 尤其是如是道三家的国学 学文化里面有所了解的人 一听说这个人 这个境界太高了 初步修学的人 还别说初步了 修学十年的人估计也达不到这境界呀 有的人学了十年了 学了二十年了 你骂他一句 他这么回嘴你 他还要骂你了 他还要跟你讲 还要跟你变一变了 那他也没达到这个境界呀 他说他这是病 所以呢 我们讲说不起分别 有人讲不起分别 说不起分别 就像拿石头 把草给压住一样 压到了 压歪了 这就是病 没压到 但是自在了 那就不是病 那叫逍遥 那叫解脱 压住了 像石头 把草给压住了 那个就变成了病 变成了宗教病 变成了心理病 那这个龙叔呢 来问文治 这个病怎么治啊 怎么怎么医啊 怎么治啊 这个人叫文治 这个一说文治 我又想说治 文治 那他怎么治他呢 那我们来看 文治乃命龙叔 背名而立 文治自后 向名而望之 即而曰 西 无见子之心矣 方寸之地 虚矣 即圣人也 子心六孔流通 一孔不达 今以圣志为己者 或有此乎 非无浅数 所能已也 文治这个医生 一听说 我来给你诊断一下吧 他怎么诊断呢 他像个我们 现代医生一样啊 这个文治 没准是现代人 穿越回去的啊 乃命龙叔 背名而立 他让他的背部啊 后背 对着外面的阳光 对着强光 就像是要照X光似的啊 但是呢 咱们现在用仪器来看 文治用肉眼来看 说你背面对着光 让我好好的看一看 他的眼睛 像有X射线 像有光一样 那他就照了 然后呢 文治呢 自后向明而望之 他后退几步 用眼睛呢 从前边看 他背后有光 他呢 站他面前 正是看 他呢 就好像说 吉尔玥西 他说 嘿嘿 我看到了 你的五脏六腑 我透视了 给你照X光了啊 新电图就照出来了啊 方寸之地虚 方寸之地是哪呢 古人呢 跟人的心就叫方寸之地 你看西游记 西游记里边就讲 说灵台方寸地 那 有的人读不懂西游记 啊 其实西游记啊 他里边讲的都是修行 讲人事 讲 讲这个官场 讲修行 那讲的内容非常多啊 那这个叫什么呢 他说呀 这个叫心 方寸之地虚 说我看到你的心了 你的心怎么样啊 虚了 怎么叫虚了呢 说你的心呢 已经空了 你已经得到了空的境界了 禅宗有人讲说 心空极地归 说你 你真正修行人 做学问最高 就想达到心空 啊 积圣人也 他说你差不多都跟圣人一样了呀 你做到了这种境界 我一关 哎呦 你都快成圣人了 子心六孔流通 一孔不达 六孔 我们讲说人中毒了 说七窍流血 说人呢 有身上有七个孔 什么鼻孔啊 眼睛啊 耳朵呀 嘴巴呀 下体呀 说人身上有七个孔 你六孔流通 一孔不达 说你心呢 六个洞都流通 有一个洞不通 停止作用了 六通 注意啊 这里面道家讲的这个 这不只是讲身上的六个孔 实际 六孔 他讲的是六根 说你六根都通了 有一个不通 这个不通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心窍 那这个道家讲叫心窍 灵窍 说你这个灵窍 是你故意把它关了 这个窍一通 你的气脉通了 你就大彻大悟了 你就得到了 刚才说积圣人 你差不多跟圣人一样了 你就差这一窍没通 这一窍一通了 怎么样啊 你就成圣人了 你就大车大悟了 今以圣志为己者 或有此乎 他说一切修道的人 都想达到你这个境界 你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 你却认为自己得病了 你错认自己得了重病 或有此乎 就是因为啊 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病呢 这明明是一个好的境界 你为什么觉得是病呢 因为你一窍不通 因为你有一个窍 没通 另外六个窍都通了 就这一个窍不通 一窍不通 就是从这来的 但是那个说一窍不通 是说你差一点就达到了 我们当代人说一窍不通 是说你啥也不懂 这是两回事 这是这个俗语呢 这个成语呢 演变到今天发生了变化 那个时候说 你其他都完备了 就差这一窍还不够 就差这一点 现在咱们说一窍不通 是说你啥也不懂 啥也不明白 啥也没通 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他说你这个家伙呀 剩这一窍没通 非无浅数所能以也 你这个病啊 不是医药能治好的 吃药没用啊 吃药怎么能治得了 你这一窍 剩这一窍没通的这个病呢 虽然呢 他说呀 你这个病啊 不是我给你开药能治好的 但是呢 我们讲啊 真正的圣贤人 真正达到高境界的人呢 他呢 是大医王 他能治众生病啊 他不仅能治众生生理上的病 还能治一切人心理上的病 所以呢 这个文治啊 他是一个名医 他说你这个病 并不是开药能治好的 但还是给他 开出了药方 那么文治 给他开出的药方 是什么呢 我们明天晚上八点 再来继续共同学习 我是鱼雷 下集再会 鱼雷作品 对 是 是 在